約一約譬如說去唱卡拉OK啊 KTV啊 然後大家就會酒汗而熱就是 到了最後Ending要結帳的時候 那服務生就會走進來嘛 他說先生我們這樣 一共消費是多少錢 一講出來就開始有人 就開始裝醉啊 你已經碰過有裝醉了齁 裝醉了 然後還推不行 推不行 然後就算 那有一些人他也說 我才來一下下 我剛剛也沒吃東西 這樣怎麼算 然後因為我都有喝一點點酒 然後我就看到大家這樣推來推去 我就說不要吵啦 然後我就拿出來 拿出那個刷卡在那邊 給你 我請客 然後就這樣 好帥喔 你這樣很商量 對 然後全場就會說 好帥 好帥 然後隔天醒來 你就會忘記這件事情 可是你那個刷卡幾乎都在 你就會很後悔 說他很會操盤 很會玩什麼期貨 股票 他很會幫人家賺錢 因為他的工作就是這個 然後我就真的跟那個男生 約出去 我這個投資賺多少錢 你看這個投資賺多少錢 多厲害 然後我就都覺得 哇 我都好厲害喔 我就拿我那個時候打工存的錢 很辛苦存的錢 三萬塊我就直接給他 什麼東西都沒有簽 三萬塊現金 你那天有帶三萬塊現金出來 就是你領三萬塊現金出來給他 你第一次約會 為什麼要帶三萬塊現金 他服務這麼好 去領出來 要你超三萬 去領出來給他的 他叫你去投資是不是 所以他叫我投資期貨 他會幫我操盤 他會幫我賺錢 然後我就很心動 我就很想要賺錢 我就去領三萬塊給他 重點是 當天只有吃飯嗎 對 那天只有吃飯 他就載我回去了 那個姊姊還問我說 你們有沒有去睡覺啊之類的啊 沒有 我跟他說 姊姊他長得真的太醜了 我沒辦法接受 又就是很醜就對了啦 反正就是超醜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形容 好 講這段不要看著我 你不醜你超帥的好嗎 謝謝 好 反正就是過沒多久 那個男的就跟我說 唉唷 這個檔期超好的什麼的 叫我再拿個兩萬塊出來 這樣 然後我想說 這怪怪餒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從頭到尾沒有看過姊姊這個人 然後這個姊姊又一直鼓吹我 我跟這個男的睡覺 到底是為什麼 姊姊怎麼樣叫你跟他睡覺 他就說他很厲害啊 很好用啊 什麼什麼 多大什麼 反正他講得很誇張是對的啦 是說他的什麼 他的某方面 事業座很大 還是都是多大 對 多大 反正他就鼓吹他 叫他跟我開房間這樣子 叫我跟他開房間 可是他很大耶 我就不喜歡大的 我寫想要好看的啊 對啊 我不能不挑啦 那後來他就要 又要跟我要兩萬塊 我就覺得怪怪這樣子 然後我就請我朋友 看我們之間的訊息 然後我朋友一看喔 看到我跟那個男的 跟那個姐姐的對話 他就說 這兩個就是同一個人啊 他這種都失敗在 比較信任的人 有一些人是 他很愛他的兒女 他一直投資他的兒女 他兒女就不是成材的材料 就是老是會虧錢 有的人是希望說 他的整邊人 因為他本身就很會賺錢 他希望說我好了 我身邊的人 也一定要好起來